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负责开发 研制 这款生产 销售 服务管理信息一线通 信息化管理软件的 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年轻大学毕业生 组成的技术团队 他们的带头人就是现任中国重景集团 济南卡车部分有限公司 习管部副经理的青年技术专家赵尔相 赵尔相 甘肃惠名人 2003年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后 进入重汽集团卡车股份公司 一直从事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通过自主创新 赵尔相和他主持的软件开发团队 相继开发了企业生产中 应用的一系列软件系统 为中国重汽年产量达到19.5万辆的历史高水平 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公司创造利税近5000余万元 ERM信息管理系统 对卡车公司内部业务流程和管理过程 进行了全面的优化 卡车公司的产能 由过去的日产几十辆提高到777辆 交货期游轮原来的20天降至7天 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 目前 ERM系统软件平台 已在中国重汽各二级公司推广使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并受到中央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的报道 同时 赵尔向主持开发的中国重汽商务平台 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供应商 可以通过平台随时随地了解到库存 共和量等信息 为供应商更有效的计划 更快速的反映市场变化和消费需求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他主持开发的二维条码系统 提升了重汽产品的质量和追溯性 实现对质量信息的全方位跟踪控制 开发设计的中国重汽 进出口公司国外智能标签应用系统 实现英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版本 得到了外国专家的高度评价 赵尔向凭借自己的勤奋 刻苦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 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 为企业信息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9年 周二项荣获济南市青年岗位操作能手称号 同年 配件销售一线通系统开发与应用项目 荣获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ERM三东TAC系统研究与开发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和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且其参与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 四主品牌重型汽车数字化设计制造管理 集成协同平台研发 通过验收 2011年 荣获济南市杰出青年岗位操作能手称号 他所带团队 企划部 软件开发室 被评为济南市建功立业先进集体 在荣誉面前 他从未骄傲自满 时刻把自己看作是重卡战线上的一员新兵 不断学习反复实践来充实和提高自己 经济业务刻苦钻研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成长为新时代技术员工的先进代表 让我们记住赵尔相的格言 千里之行刚开始 青春无悔 正当时